今天给家人做了层层酥脆的盘丝饼 外皮酥脆,内里柔软,非常的好吃 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来看一下吧 准备280克的普通面粉,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用170克的温水和面,边倒边搅 搅成这种棉絮状,然后下手揉面 因为含水量比较大,所以刚开始有一点沾手 你可以将它揉成团子后,盖上盖子 饧面大概15分钟左右,再来揉面 这个时候面筋已经形成,你看一点都不沾手 只需要轻松的稍微揉一下,大概2分钟左右 面团就会变得非常的光滑 揉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面一分为二 把每一份面团都像揉馒头一样,揉成圆球 揉好之后,放进碗中 表面刷上一层薄油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饧面最少30分钟 再来调一点油酥 35克的面粉加入40克的熟油 搅拌混合均匀 面团已经饧好了,案板上面抹一层薄油 把面团放在案板上面,用手掌拍扁 用擀面杖这样的擀开 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薄片 然后抹上油酥 用刮板弹平整 从一头卷起来 卷好之后拍扁 用刮刀一分为二 把一条压在另外一条上面 整理一下,按扁 然后转起来 转好之后 把尾部按扁 盘在底下 一个饼配就做好了 做好之后,盖上保鲜膜 醒大概15分钟左右 再来擀面 把它擀成一个圆圆的大饼 用擀面杖将它提起来 电饼铛或者是平底锅 预热刷上一层薄油 然后放上饼皮 表面也刷一层薄油 盖上盖子 用大火烙至 大概一分钟左右 给它翻一面 盖上盖子 再烙大概一分钟 时间差不多 可以翻面了 两面烙成这种金黄酥脆的状态 然后用铲子像这样挤压一下 这样层次会非常的丰富 这样我们的盘式饼就可以出锅了 层层酥脆 层层香 外酥 内软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如果口味中的朋友 也可以在里面加上一些花椒粉 口感会更加的独特 你看 每一条上面 外围是胶酥的 内里是柔软的 想象一下 它就非常的好吃 感兴趣的朋友 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为我点个赞 关注我 解锁更多美食 我是阿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